我們接下來希望可以有一些新的 好啊 我先戴上一眼 我們先戴上一眼 對 有些新的戴上一眼 沒錯 我們就開樓來 除了有村長之外 我想可以是我們三個組合 我們三個組合也好啊 我們早一兩年在市場拍照 不要浪費了 你肯定聽到是想看到我的樣子 再次在背景上出現 為什麼不想 你畢竟是我們大家庭裡面 其中的一份子 這個是壞混仔 壞混仔不要叫他那麼多 我也要看見你的壞混 我才知道自己好運 看見你的樣子就知道自己可以了 我們就有些屎坑財神 有些粉絲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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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村長經常說白貨賣 白客貨賣 一聽之外就是樂益時會 那些山區移動 他們都知道我做了我 對 沒錯 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你喜不喜歡 我跟陳主席就很喜歡 沒錯沒錯沒錯 我們一句棄言 但誰不知就最後搞定了 我真的昨天這樣撞出來 你們 對 說說說Andy Warhol 亂說而已 其實這隻顏色也相似 泡八的顏色 泡八 泡八也是 這些顏色就撞到 加一些NU的濾濾 來來來來 沒錯 謝謝Jack 剛才阿裔也說 明天我們也有環節 不知道大家氣味寬 那這個就借不同的運 好運就借不到 好運就借不到 我們隨時可能是開不了 好像有某些演唱會一樣 但我們不是狂風暴雨 因為沒有人來看 很多節目都是開不了的 你明白嗎 臨時取消一下 我們會突然取消 如果你們沒有人要借 衰運、桃花運 或懶桃花運 就像眾籌一樣 我們可以不成功 對 對 給你們錢 沒錯 我們三天可不可以扣錢給大家 七萬一嘛 對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 我們三天不收貨 可以的 就給他21元 對 沒人給他21元 但我收貨 你收貨 我很收貨 我們三個收貨 但不知聽眾怎麼想 那就沒辦法了 退款的就好像指華神說回水一樣 對 你放心吧 小花錢債案的長時間要追 亞視都追幾年了 就是了 你何況這些 你何況這些 沒有被人献身 都沒有追不到 不是的 很多人要行公義 社區 尤為社會詐欺 你不得罪就回水 對 我們都很黏敏 每個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權利 有些權利是天生的 有些權利是人人都應該擁有的 例如生育的權利 因為生小朋友這些就是天生的 對 你可以選擇有還是沒有 但我們這一代的人 即我這一代的人 都經常覺得 其實生孩子都要考牌 生孩子要考牌 在哪裡考 在運輸處 那就要學車 要學車 要學生孩子 即是製造過程 我不知道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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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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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們不懂得教小朋友 教到小朋友,很橫蠻無理 小朋友做錯事,很簡單 在街上踢到人,或者撞到人 第一時間不是說小朋友不對 是罵對面的人不對 你為什麼撞到小朋友 那是父母的問題 這些父母不應該生小朋友出來 因為這些小朋友其實是影響社會 你不懂得教小朋友,就不要生小朋友 你生一隻怪物出來 但有誰能知道自己是否適合 我總會覺得自己是否適合 我為什麼要去到某個層次 誰能夠評定 是否要法官評定 就是我能不能生小朋友 我懂不懂教 一個有公主癌的人 和一個有王子癌的人 生出來的,這個不是皇室 這個不應該存在 小惡魔小生物 一來就是無禮貌 直接打自己的父母 那父母又不覺得有問題 這個慘了 好像打工的姐姐 我看到 打工的姐姐,沒禮貌 一得不到的東西 就會哭,就會有點噁 甚至乎有些是過分到 去遊樂場玩 她的床滑梯下跌 我拆了她 氣得要投訴 把我的兒子弄掉 對 這個床滑梯不合 不合乎安全規格 因為這個世界 實在有這些橫無理的家長 才有很多奇怪的事情發生 有些小怪獸 我們覺得這些人生小孩要考牌 那怎樣考法呢 這是你們的想法 我不是很贊成 我不是很贊成 但你身邊應該會覺得 有些朋友 其實你也不應該生小孩 我已經不說外貌 有的 但問題在於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即是說 如果我要生小孩 是不是真的要有資格 何謂叫有資格 即是要英俊 要美女 要脾氣好 要懂得教 這樣很少人 我想會世界末日 如果是這樣 有多少人符合 我想這裏 只有一個人符合 村長 又有錢 又有養 又有養 又有地位 又教得嚴苛 16歲才可以給他智能手機 這樣會絕種 全世界 你兩個都不知道 要跟村生打種 以這個資格來說 我不覺得他會選我 如果我跟他打種 那就糟了 生出來那個是怎樣 生出來的當然是聽他說還是聽我說 聽他說很苛刻 聽我說很放肆 你說叫他聽誰說 小孩很難 很慘 首先我們覺得生不是難 養才是難 養都不是難 有錢你就養到 沒有錢都養到 但你要教 教那一刻才難 即是性格的問題 品行的問題 對 即是你爸媽會如何縱容你 像你所說 還用你去打工人姐姐 回到學校 甚麼都要跟先生去投訴 為何那麼多功課給我的子女 所有東西都不是你的子女不對 所有東西都是外面的人不對 世界不對 導致你的子女有傷害 這個已經很嚴重 什麼時候會見到 最多這些怪獸的小朋友 就是看電影的時候 看電影的時候 那些小朋友 首先就很吵很圈話 我都明白我都可以忍到 你看甚麼電影 不是看Toy Story 你很難叫人家不發聲 我看Avengers Avengers也很難不發聲 弟弟 你發聲沒問題 你喊都沒問題 你踢燈 基本禮貌 你小時候沒有踢燈 你小時候有沒有做過這些 我小時候沒有踢 那不行 為什麼沒有踢 為什麼 真的我媽媽 真的會打你 一來打是我爸爸打 但我媽媽會生教 會跟你說這件事是不對的 我小時候太窮了 我沒有機會進戲院 所以我連踢椅的機會也沒有 那就是你沒有機會 有機會你會發揮 你過椅子 如果給我婆婆 她會綁住我的腳 讓我連腳動的機會也沒有 她婆婆會嚴厲到這樣 至少你不會先影響到別人 對嗎 但在戲院裡 你會看到太多怪獸的小朋友 你扔炮谷 甚至乎有些小朋友不知道為什麼會扔汽水 可能她在家裡 扔慣了 但是公眾場合 是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家長沒有教她 明白 你現在說的是 我們要在街上看到 一些沒有家教的小朋友 對 就是道德的問題 甚至是功德心的問題 其實他們的家長沒有教他們 一些社交或功德方面的東西 但問題是在於 你再推斷到 其實這班小朋友 是否應該不要出生 不要來這個世界 其實又不是 沒有關係 是因為他的教育問題 令到他這樣 其實他也是八子 我覺得 很多時候這些事情 是因為再上一代 再上一代沒有教導 而一代一代這樣 是一個輪迴 通常都是阿公阿婆阿爺阿嬤 他中的孫 對 等於我的表侄女兒 幾年前她還很小 可能在家還是街上 跌倒了在地上 然後婆婆第一句說 打打打地 打地不對 你本事就是阿公 她就是阿婆 學成公公樣 我朋友的媽媽 小朋友的阿婆 地不對 地弄傷你 地壞 這樣就糟了 幸好我的女朋友 立即制止 我這個表嫂 立即制止 媽媽你不要這樣教她 不是地不對 你要教她 自己走路要小心點 看路走 你不要調回事 才行 這樣是理性 對 她說幸好 我這個表嫂 她自己24小時 正在看女兒 如果一天24小時 交給她媽媽 那就糟了 你怎麼改 她那鋪隔 日久 就已經成形 灌輸了這些知識 灌輸了這些思維 給她 你怎麼改 你反而告訴我 如果作為做父母 要去生孩一代的時候 要一個考牌 我不知道這件事 能否實行 當然某程度上 我是贊同 我看到那些怪獸家長 怪獸家長 我覺得還可以 其實是大人的問題 但如果你說我真的 我看到有很多 根本自己 都沒有能力 可以生出來 可以養到 這樣就糟糕了 很可能有些人很小 大家兩個都很小 十幾歲 搞大了一個圖 又或者根本是 你知道的 自己兩個都搞不定 但就要生生 要生一個小孩出來 到最後是大家 攬炒 交給上一代炒 上一代已經有老人家 對 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 真的要三思 但如果你說 我要有差不多 所以說有差不多 價錢在哪裏畫 我覺得這件事 就不太成立 如果再推斷 你說這些話 起碼兩個都要有差不多 經濟能力 可能樣子要漂亮 我不說樣子 你樣子都不用說 已經不說樣子 如果你說樣子 很多人 很煩 如果要說樣子 這個地球沒有了四分三的人 對 所以我真的很害怕 你這樣說的話 真的行得通的話 人類會絕腫 對 這樣又不能生 這樣又不能生 還有你這件事 就是去到優生學 對 真的要好 我很肯定生出來 又要這樣 又要聰明 又要漂亮 樑白俱全 品格又好 你才能生 這樣就很大件事 等於現在 經常都在說 我是否有機會 可以製造一個完美 寶寶出來 如果在說 有些基因 我們已經這麼清楚 對 等於這件事 其實是不道德 當然 違反天然 違反自然的事 所以你覺得 不應該有優生學 這個理念 對嗎 其實 很多小說都會說 不敢說 因為大家都討論理想國 這件事 應該是最理想的世界 應該是有哪一種人 哪一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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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區分 我們現在這種社會 才是一種多元的社會 對 你不是說 大學生 跟大學生結婚 才有這個生育的權利 對 你這樣說 其實你們這一代 是不是就是這樣想 我們不是這樣想 我們只不過 有些人不配做爸爸媽媽 所以才會說 再引申的一句就是 生孩子要考牌 這樣 你說不配做爸爸媽媽 什麼叫做配做爸爸媽媽 我這些這麼有道德的人 當然是說他們的道德的問題 甚至家教的問題 就算你們兩個家底不好 但你本身是很有教養 只好懂得基本的禮貌 生出來的小朋友 他都會有家教 有一個公民教育的人 但至少他不會危害這個社會 對 沒錯 但有些是 就算你對社會有貢獻 但你本身是完全沒有公民意識 你生出來也是一個沒有公民意識的人 分分鐘是假破壞 覺得自己我爸爸是誰 我就可以出來為非作大 我們這樣說 不是說要杜絕某些人 就不要生小朋友 或者一看你的背景 這樣的性格 最好就淹淚 不要生了 就是這樣 我們這樣說 可能這句話太極端 退回一步想的時候 我們覺得有些人 是沒有資格做爸爸媽媽 應該這樣說 你作為自己要做爸爸媽媽之前 請你有這個三思 一個思想 不要為了生而生 你都要識教 都要教到他 你就算不要對這個社會有貢獻 你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你生出來還搞壞了 其實如果這樣說 也不是去計算 究竟他是不是一個富裕的家庭 家裡是不是一個有地位的家庭 哪怕他的父母是做一些比較 所謂別人說的就是低下層的工作 如果他懂得教的話 OK 沒問題 是這個意思 我就是覺得這樣 這是一個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 剛才阿薏提到這個優生學 因為優生學是很難去判斷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富裕的道德 但很危險 如果到極端的時候 優生學 那時候你說立法主義 就是種族熱絕 因為覺得你這個種族不應該存在 但有一些地方 曾經推行過優生學 或者優生生育的政策 日本是其中一個國家 其實我覺得我們在生命當中 其實已經是優生學 有一種東西 我們的精子也是最厲害的 才可以結合 這個不是優生嗎 對 精子一定是最優秀 但卵子未必是 因為卵子第一顆 你反而篩選應該是篩選卵子 所以其實男人是沒錯 我已經是派出精兵中的精兵 周圍去 還要周圍去 十字軍東正 對 是你的卵子有問題 就是受精卵子有問題 可能你那一把精兵是存在的 那是誰優勝是誰勝出的意思 對 但你每次都要排一顆 世界上都是這樣的 對 但也不知道你那顆是否人生中最好 但我那顆是那一下最好的 如果你真的要實行這個優生生育 整個社會就變得很不人道 如果出生比較貧窮 低下層的人就沒有權 你怎樣判定他有沒有資格生 他就沒有生的權利 難聽一點說 他是一個地盤佬 但可能他生了一個子女出來 是很有成就很厲害的 你怎樣去 即是不能盜絕這些機會 又知道有得教就可以了 對 可能有些人很有錢 家境很富裕 很有地位 可能就教壞孩子出來 教二小組出來 其實這樣很不平等 不要說他們是甚麼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如果身體有缺陷的人 他們就不可以生了 對嗎 但優生學的理念 就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天生一個有缺陷的人 就應該會生出一個 很大機會生出一個有缺陷的人 沒錯 因為有遺傳 有遺傳基因 因為現在發生了這宗新聞 有關於這個優生保護法 就是在日本 因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有口聲聲而已 有優生保護的人 有這樣的東西嗎 沒錯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就推出了這個優生保護法 這個保護法是說甚麼 就是有2500名被視為有缺陷的國民 就被迫絕育 就是在高段時間 你憑甚麼說我是有缺陷 哪方面有缺陷 哪方面有缺陷 其實在日本二次世界大戰推出的 這個優生保護法 內容是怎樣 就是如果有些人是身體有缺陷 就是在說這件事 很公道 雙彈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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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了這個CAT 或者是在智力方面的 有缺陷 有缺陷 整體來說 不是普通人 或者不是完整的人 在他們的概念上 然後那段時間 日本政府就逼這些人 接受這個絕育 包括撤除生殖器官 或者進行放射治療 令到他們無法生育 這些人就會覺得 基本上很多人都會覺得 這個就是優生學 生不生 其實是人天生與生俱留的權利 我喜歡生就生 不喜歡生就不生 怎樣輪到你政府話事 日本在二戰之後 推出這個優生保護法 有25000人 就因為這個條例 而受害 就被強制性絕育 然後到現在 其實他們已經造成一個很巨大 心理和生理的痛苦 身心都有痛苦 你說整個國家還是那班人 那班人 甚至殺上他們 然後不斷想向這個政府殺上 約到今天 2019年的4月25日 日本政府終於向這班人道歉 即是當年的決定是不對的 這個優生保護法 是自1948年至1996年實行 避免出產一些低質量的下一代 近年有不少人去日本去告這個政府 而政府也最後承受這個 承認這個錯誤 承認自己做錯了 對 然後就向這班參議員 切福道歉 這樣就沒有復服 不用復服嗎 只剩一隻道歉 又未去到 至於一條賠一條 我切了你 我就切自己 那很多都不夠賠 那就好 起碼賠二千八萬條出來 當然要這樣 咦咦咪還牙眼 是吧 對 這條還條 是不是 你欠我我一條 我們還給你盡一條 八倍放還 沒有收利息 當然要 全部都變成公公 即是我切你一個 我就還兩條給你 一環二 當然 賭出十三歸 日本政府參議院星期三 通過救濟法 正式向受影響的國民道歉 每一名受害人一次性賠22萬4千元港幣 手上安倍晉三亦向受害的人鞠躬道歉 說政府會反省 希望這群人會接受這個道歉 也承認國家曾經因為他們而做了一個不好的法案和措施 基本上很多人都會覺得日本如果要道歉 因為很多事情都要道歉 曾經做了很多不人道的事 但在這個條例下 至少他都做了這一步去承認自己的錯 我覺得一個國家能夠承認自己曾經做錯 人誰沒有錯 更加說對一個國家 在不同的情況下會做不同的事 有不同的機制或制度 我覺得如果一個國家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 我覺得真的 哪怕什麼時候 哪怕隔了多少年之後 哪怕 道歉是沒有追溯期的 是無限的 只要肯說對不起這三個字就可以了 我也覺得很厲害 很厲害 他願意對自己的國民去面對這件事 因為日本人要說對不起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要低頭當然 我經常低頭說 那些是客套上的對不起 是的 真誠的道歉 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懶 加上日本國民的民族性或自主性 當然因為這個法案 這個法例是影響自己的國民 他也需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 所以在2019年4月25日 日本政府終於向這群優生保護法 底下那25000名受了這個保護法 而被迫著肉的人說一聲對不起 也有賠償 希望這群受害人也可以 還可以怎樣 沒有的了 沒有了 他也沒有下一代 他來說他是沒有下一代 他也有的可以領養 精神上傳授下一代 真正自己的血脈就沒辦法 只要唯一就是希望一件事 就是這些優生保護法的條例 可以在這個世界上不要再出現 因為生存甚至乎是生育 是每個人的權利 而且其實你不能計算 很多時候你以為是一加一 尤其是我們的細胞分裂也好 又或者是說DNA 你不是一加一等於二 有時候你根本不知道究竟會變成怎樣 如果不是的話你早前那個 中國那個人也不會這麼大件事 他聲稱自己是可以做到一個 機靈袋造的一個人 是無愛之病去感染的一個人 其實你不能這樣 這是牽涉到一個很大件事 醫學的道德上的問題 你不能說 你怎樣計算 我不知道究竟到日後 是否兩個正常的人生出來 有時候都可以生出來之後會有問題 因為有隱性基因 是呀,不能計算 千算萬算 你一天生小孩就不能計算 始終都是一個上天的禮物 是吧 是一個禮物 但你們是否贊成成這個人工手印 人工手印我贊成 為何不贊成 為何不贊成 你會否覺得是違反了道德方面 或是違反自然的東西 如果我粒精子和他的粒子 結合在一起 放在你身上 可能就不合乎道德 為何? 代母而已 因為房間是我的 你就借了我的房間 借了你的房間 如果你說違反自然的話 我覺得這個會比人工受人 更違反 因為很簡單來說 生小孩是兩個人的相似 應該是我和他做這件事 如果借你的房間的話 就可能牽涉到別的問題 又牽涉到第三者 是的 究竟你的隧道可否借給他做這件事 除了進出之外 你直接種的東西在這裡 讓他發財 到底是否正確呢 當然 超出我的討論範圍 都是等村長來到的時候 讓他罰官去判斷 但希望這個優生保護法 就不會在這個世界上出現 因為生小孩是沒有人用的權利 但是生小孩的前提之下 你要懂得搞 我想問這件事 這是你自己的折承 我想問的是 其實有些基本的人權 例如你說世界衛生組織 又或者這些人權組織 這是否必須與生俱來 可能人生出來 一定會有這個自由 有的 這些公約 看什麼國家 各個都不同 你也有一個聯合國 自由的定義是這麼多 對於寵物來說 你已經給他很大自由度 當然 但給他自由度 也不夠其他寵物大 自由到多少 好像宇宙無縣不介 那個地方不同 但你應該有些東西 其實基本上是放諸於世界都準 例如言論自由 這個更加沒得說 我沒問這件事 我講的是 人人有與生俱來的生育自由 有沒有 應該有 如果你說內地 你之前已經沒有 因為一孩政策 因為你只能夠一孩政策 沒錯 早幾年才放寬 可以多生另一個 這是為了控制人口 對 你覺得控制人口這個做法 又行不行 真的要看每一個國家 有些國家你都覺得 其實應該要控制一下 對 即是印度那些 其實世界上的人口的話題 真的要控制一下 膨脹得太多 如果我說我收窄 你只可以每間店鋪生一個 可能五年十年後 我又放寬 因為五年十年後 出生人數的比率又低了 五十年後 我又可以讓你再放寬 再多生一個 我覺得要視乎當時的環境 我覺得法例的事情 就回到你剛才的問題 讓我用一點時間 去上網找找 究竟我們聯合國底下 會不會是對於這個人權 有一個富裕的 有一個基本特定的定義 可能知道聯合國的解釋 可能可以對某些人 有保障 這件事很深 當然 我是一個有知識有鹹養的人 你要不要一些精子 什麼黃精 是綠精 是綠精 我幫你也覺得 他會很生氣 他是個電梯 透露 他會不溫不得